歡迎收看醫學大聯盟 請問 一年的四季分哪四季 衝 下 九號 蹦 像不像心臟用力被一敲的聲音 沒錯 那個冬季就是 最讓人傷心的季節 而心臟病更是全球死亡的頭號殺手 一居為福部111年 國人死因統計也指出 全國共有 2.3萬人死於心臟疾病 平均每22分鐘 就有一個人因為心臟疾病而試試 英國的研究更發現 秋冬季節心血管疾病的發生率 比其他季節還要高出25% 這麼高的發生率 這麼高的死亡率 平常我們到底要如何 照顧我們的心臟 今天就要讓專家來告一看 告訴大家 當然今天優勝隊伍 也可以把金美豪麗帶回家 所以你們要好好加油了 可以 首先來介紹兩對來賓 別跟我做對的小瓜哥 希希 哈囉 要贏你就對的 瓜糖 揚聲打 好 馬上來進行我們的百人民調搶答題 請問秋冬有哪些行為 就是拿心血管來開玩笑 而百人民調中的前三名 又有哪些呢 首先 我們要來看一段 VCR VCR當中都是答案 要找到百人民調的前三名 來 觀眾朋友一起來看 請問秋冬你的哪些行為 就是拿心血管開玩笑 喝酒吧 喝酒就是想要讓身體溫暖一點 但是因為酒精退了之後 可能反而會更冷 我的話應該是餐後吃點心吧 因為餐後吃點心感覺 血糖升高 可能對心血管比較不好一點 高油高糖 對 高油高糖 我覺得應該是 洗完澡之後馬上衝出浴室 我們冬天的時候 洗完澡就很熱 然後冬天就是外面很冷 如果你就是馬上衝出去的話 就是 溫差會太大 然後可能就會造成血管的壓力 應該是平常就 沒有在關心自己的血壓血脂 一冬天一冷的話 你沒有在關心自己的狀況的話 很容易就會有心血管疾病的 問題產生 就是冬天可能穿衣服 會比較緊 然後就會壓迫血管 然後血液就不會流通 冬天的水就會喝得比較少 所以比較容易血液比較不流通 然後容易得三高 就是起床離開被窩 就是可能冬天你要起床 腳會離開被子 然後就是會抖一下 就會縮回去 這樣子 就是冬天的時候 可能會跟朋友聚餐 去吃麻辣鍋 然後可能那些重油重鹹的 然後會影響三高這樣子 謝謝 我覺得大家都看我們 藝學大臉風越來越有 藝學知識了對不對 對 我們要找到百人名料前三名 完成吧 有了 就是洗完澡的時候衝出浴室 因為那個溫差是顯而易見的 是 在裡面激情火熱 一出來卻是冷 誰跟你在裡面激情火熱 洗澡為什麼要激情火熱 就跟他一起洗 溫的時候還有一個故事很扯 就是我爺爺生日 我們全家去帶他去 陽明山泡溫泉 也是激情火熱嗎 是 比較溫馨 你不要感覺 是奶奶比較火熱 後來我們想說奇怪 奇怪 爺爺怎麼那麼耐熱 因為泡了大概5分鐘 10分鐘我們不行 因為那是高溫區 那太久了 我爺爺不行 我爺爺說 真的 後來我爸爸皮比較厚 也說不行 我爺爺說 穩得很 後來我哥哥去說 爺爺你好像泡了有點久 要不要起來 後來回來有我哥跟我們說 我爺爺舒服到睡著了 後來發現不是睡著 是昏迷 後來就被我大伯 這太危險了吧 被我大伯抓起來 CPR了兩下 然後我爺爺就 睜開眼睛說了第一句話是 那一次的生日 嚇了我們大家著實一大聲 真的 可是我覺得溫度這件事情 應該是滿合理 是 我之前真的在冬天種樹 因為我就是一樣 就是洗澡 每次不是一出來就很冷嗎 對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不然就先開暖氣 然後我就把房間弄得很熱 我就洗澡 我就不用馬上衝出來 然後我就隔天起床的時候 我人很不舒服 然後就頭超暈的 然後就覺得說有點 就是胸悶不舒服 對 然後我就 我本身不對 去看醫生 然後醫生就說我 這家裡被暖氣搞到中暑 可以支援好不好 好 所以你們當然是 洗完澡衝出來 衝出來 溫茶感 好 這個當然會是今天 前三名嗎 有了 第三名 很棒 恭喜這分 我們請到黃瑋傑醫師 因為我們在天氣比較冷的時候 我們洗澡 熱水沖下去了 很溫暖 我們血管就會擴張 慢慢地打開 可是突然間 來到外面很冷的時候 血管會瞬間縮起來 瞬間縮起來 產生的問題就是 第一個 血壓就會突然地變高了 因為我們知道血管越緊 血壓自然就會越高 血壓越高的情況之下 我們心臟就要更努力打血 因為外面血壓壓力很大 阻力很大 他要把血打出去 他又更加地用力 所以心臟負擔會突然變得很大 心臟突然變得很大的時候 心臟血液也不會突然變多 所以這時候 心臟就會突然缺氧的狀態 就會變成了 所以有人在瞬間 溫差變化的時候有可能 甚至 有些人會昏迷的狀況 昏倒的狀況 對 溫度突然高的情況之下 血管擴張 擴張的當下 另外一個問題來了 血壓反而變低 剛才說收縮會血壓高 擴張血壓就會變得很低 所以如果在血壓 降低的情況之下 你那時候泡了很久 要突然站起來那一剎那 頭暈 一片黑 嚴重一點就會突然暈倒 所以直接倒地的狀況了 所以這些情況都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提醒大家 在冬天其實滿多研究建議大家 洗澡第一 在冬天的時候 進去洗澡的時候 要先把所有浴室都先淋一遍 讓裡面的牆壁 然後在裡面的淋浴間 整個都溫暖起來 避免你出去的時候溫度太低 窗戶要記得把它關起來 門也要關起來 如果有暖氣當然可以開暖氣 沒有暖氣的話 就是把浴室的門關起來 醫師 我覺得你聽你這樣講 我覺得日本的那種 冬天裡面的溫泉 基本上都是 殺人魚無形的場所 什麼 太溫暖了 開玩笑 那外面下大雪 我們在北海道泡溫泉多舒服 因為它有分外出 然後有一次去的時候 我還很好笑 因為我們去的時候 就我跟我幾個朋友 然後日本溫泉面有一些的 他們的傳統文化裡面 是不能有紋身的人在裡面 因為我們去的時候 都霧茫茫的 全部都霧 都看不到 然後我就好不容易 跟我幾個朋友坐下來的時候 因為我們身上有一點紋身 然後就因為霧 霧氣很重 我們就要坐下來要沖澡 然後有鏡子 我們就拿那個水去潑那個鏡子 旁邊有幾一些 日本的老伯伯在講話 我們聽懂他們在聊天 但是當我們一潑開鏡子的時候 老伯一看到我就 不好意思 他就嚇到了 兄弟 他嚇到 幾個阿伯就往外面走 外面是冰天雪地的 你知道嗎 外面有個層次冰天雪地 然後幾個阿伯就拿著玉子 然後就 不好意思 然後到外面去 他們就坐在那個泡溫 我就在笑 我想說 日本真的這麼怕嗎 然後我們就看了半天 我想說不好 讓人家老人家在那邊弄太久 我們出去 換他們回來 結果我們一出去 我們就要準備一出去的時候 然後換他們就起來 不好意思 他們就會回來 然後我們就來 台節目 然後我就想要坐下來 其實我那個時候 一陣心臟 心臟痛 不舒服 對 我一陣心臟 但是老人家在前面 為什麼可能 對不對 我們年輕的 夏娜娜 我們就 你等一下 又進去 又要麻煩人家出去 台節目 對 很可愛 然後 其實你整個 我就坐在那邊 我就覺得說 心臟真是抽痛 對 是完全抽痛 因為那個是一冷一熱 她根本沒有辦法放暖氣 她是外面就冰天雪地 下大雪 這個狀況我也有遇過 很可怕 我跟一個女演員 我們一起去泡裸湯 就想說反而在日本 也沒有人認識我們 然後就很開心 然後我們兩個就跑 跑到那戶外的浴池 然後要坐下來的時候 就開始聽到有一堆人在講台語 然後我們兩個就互看一眼 台灣團 然後拿著浴巾 然後想說 不知道 請 請 然後我們就知道 躲進那個烤箱裡 還有一個最簡單的提醒 因為在家裡 如果在家裡的話就是 有研究發現如果冬天在早上洗澡 跟在晚上洗澡 早上洗澡 比較少發生心肌梗塞 因為日內的溫差的關係 對不對 是的 就算年輕也要多注意 所以也提醒大家 現在開始變天了 真的要多注意 請唱吧 感覺就有在注意 再給你一次機會 對 老師 已經要把它維持了 我覺得喝酒那個 我覺得有一點 喝酒的時候會溫熱 就屬於溫熱的時候 你的血管可能就像剛剛 意思是講 它裡面有講細節 血管會收縮 會比較張開 可是當你遇到冷空氣的時候 可能你出去外面 有些人還有抽菸的習慣 有沒有冬天在室內喝個酒 喝酒 然後一到 剛好打開門 到外面去抽個菸 馬上就 心臟就收起來了 它是順便收起來了 因為喝酒會比較容易 低血壓對不對 你不可以問 對不起 你這樣 怎麼有知情的 在答題的過程當中 不可以問任何的問題 我們就選這個 就是喝酒這個問題 就是用喝酒來虛暖 用喝酒來保暖這種東西 反而造成心臟的壓力 好的 這個答案會是 今天的前三名嗎 恭喜 答對 想暖身靠酒精 我們請到許瓊營養師 酒精 它可以跟我們心臟會有關聯 是因為其實如果在冬天 因為喝酒 會造成心房戰鬥的一個 中風的機率 是會比平常還要來得高的 所以其實它會比平常 還高了五倍以上 所以為什麼會這麼講 就沒錯 因為其實如果說冬天 我們喝酒進來的時候 那個酒精 它可以幫助我們血管擴張 它可以幫助我們把全身的熱量 帶到我們身體表面 可是同時也要記住 在它就是帶到表面的同時 血管擴張 它同時也會幫助我們散熱 所以你會發現 一剛開始喝酒的時候 你會覺得全身很暖 可是過不久的時候 退酒的時候就很暖 所以有些人可能 就是比較危險的是 你可能喝醉酒 你最貪了 最暈了 然後你忘記保暖 如果你這時候是在外面的話 你可能會很容易失溫 所以你會發現 就是冬天有一些醉汗 可能就露倒在路邊 然後可能就已經都沒有 一些生命跡象 所以其實冬天喝酒 不是說不能喝 就是要喝飾料 但是要記得一定要保暖 不然對心臟的壓力跟風險 是非常高的 是說得完全正確 喝酒那個熱度帶到表面 我那個叔叔他吃完羊肉乳 他配了幾杯之後 開始這樣子宅哥宅 我說真的沒有音樂 好活潑的 你看他在跳那個 最近流行那個 Slayback 對 那個好難 那個好難 怎麼他卻不會了 後來發現 其實他是開始有點暈眩暈眩 是 對 我們想說是不是喝多了 他想吐 結果不是 他吐完之後 他就直接躺平 躺平之後 我們說怎麼 你還好嗎 然後後來他說他 視線裡面 天旋地轉 然後我想說奇怪 這該不會是食物中毒吧 然後弄得我們大家很緊張 因為我們吃的是同一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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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我們兩個應該不會有事吧 不會有事吧 你這個人 結果後來就是把他送醫 送醫之後發現叔叔他 那一天後來平穩下來 測血壓一直維持著200度 就是他的血壓 200度太高了 很高 很高的 我跟你講 冬天喝酒真的很危險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住宿舍 就是公司宿舍 他們在新竹 新竹不是風超大 就很冷 然後我們晚上他在趕報告 他就跟我們視訊 然後想說奇怪 人怎麼突然不見了 因為他是說他很冷 然後他去喝高粱 可是他平常不喝酒的人 然後我們另外一個朋友就說 對 你就喝一口 我跟你講 因為喝完你就會 整整整都熱起來 熱起來 尤其你平常不喝酒超整 你一口就夠 對 他喝完整個人 消失不見 去哪了 倒下了 他直接最大 我們另外一個朋友 因為他是護理師 然後他就說 他那樣超危險 因為他本來就不喝酒的人 可能他身體沒有那個美 他就直接倒 然後他倒了之後 因為一個人住宿舍 後面有人要幫他蓋被子 也沒有人幫得咬他 他說如果他那種泳泳縮起來 就拜拜了 對 超危險 真的這樣 我也有一個故事 你知道嗎 對 我是講認真的 他就是把他講 他完全不會喝酒 然後那時候 我們兩個都20多歲 然後我們去一個朋友的 酒吧的打工 然後你知道會有酒商來 就是給我們試酒 那我們都不會喝酒 尤其是他 然後他就拿了一個威士忌 他就說 這威士忌 然後就倒那麼一小杯而已 他說這是威士忌嗎 好香 我可以喝喝看嗎 他說當然可以 然後他就 乾杯一口 這樣就這樣一小口而已 一口杯 他那一天 店門還沒開 他喝了那一口之後 店關了他還在睡 這麼強笑 從此以後我就再也不讓他喝酒了 真的可以一口就讓人 就喝完人就不見了 對 他就一直 你下個生酒前 他連我媽煮燒酒機 加一點點米酒 他就坐在那邊冒煙這樣 就喝醉了 所以真的 有些人就真的是沒有美 沒有辦法 請搶答 喂 有了 有了 這次是殺戒工房 這一次 沒有草莓 沒有草莓 這次是你們家的誰用車子 爺爺跟山淑公跟 這一次 我要回答的是有學問的了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也快習慣 是我睡覺的時候喜歡穿外套 對 就是我想說 踢背我還是暖暖的 暖暖的撈到被子 更加暖暖 結果後來發現 結果我出門的時候 反而穿多少外套 我都會一直覺得冷 對 底質不好 把自己照顧太好了 是 沒有 要到底質不好 底質不好 虛 所以我覺得全身包緊緊 你會讓你自己的 自體的那個 對於那個環境的適應力 有結果 所以全身 亞棠覺得呢 我覺得合理 有說 因為我本人成績 妳就是 不是 我就很怕冷 我是包緊緊本人 對 我就睡覺 然後還穿發熱衣 睡覺 然後我還蓋那個就是 暖暖包貼的那種快 不是 我就蓋以前 阿嬤喜歡的那一種被子 就是要很皺 然後很厚的那一種 包心有夠 對 我就覺得那一種才會暖 然後結果後來我就是 那一陣子 我每天起床的時候 都忍不太舒服 就是會覺得很像熊門 不是 會不會是卡丐 我沒有開暖鏡 那時候就是會熊門 然後我那陣子又一直長那個疹子 然後我去看皮膚科 我就想說是不是 免疫力不好 是那個 我跟你講 他的被子 不是 我跟你講 太多年了 塵滿很多 一開始醫生也是講說 什麼被子穿單要換 那時候都有在換 然後他就一直問問問 然後我就說 我穿821睡覺 他就說 穿821睡覺的話 就是會影響透氣 所以皮膚就會那個 然後他說 你胸悶也有可能是太軟 所以你們的答案是 冬天包緊緊 冬天包緊緊 這個答案會是今天第一名嗎 恭喜答對 恭喜答對 想要抗寒卻全身包太近 我們請到宏惟傑醫師 大家第一個反應 因為天氣冷反而就給他穿很厚 有些人去逛街 然後每間店要走進去 沒有很久的衣服不脫 可是這種溫差的 不斷地內外的一個轉變 一直沒有到一個合理溫度的時候 其實才是最容易 心血管疾病跟心臟 跟中風的問題 天啊 溫度之前有研究 來到冬天的時候 大家急診室那種心肌梗塞的人 都多了1.5到2倍 數據統計的結果 氣溫只要每差1度 高血壓多3% 心血管疾病多6% 中風多5% 只要1度就可以了 量血壓120跟130 根本大家會覺得 一樣的意思 對 可是血壓每差1 心血管疾病的機率就多2% 所以多了10 其實多了20% 所以剛才到了200的那個部分 跟正常血壓差了80 其實是多了 所以那是非常非常高 危險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們真的要提醒大家就是 氣溫的變化是很重要的 可是記得不要 最簡單的方式 不要直接用穿很厚 應該是要穿比較方便式 這現在大家很流行 說洋蔥式的一個穿法 讓我們最外面有一個大衣 去為我們保暖 可是到了室內又可以脫掉 就不要那麼懶 對 中性一點 覺得我就是沒有掌握到 洋蔥式的穿法 你就是懶 沒有 我是很勤勞 很勤勞 我就沒有掌握到 洋蔥式的穿法 我就掌握到 三星蔥式的穿法 怎樣 是怎樣 怎樣 我覺得我太太去北海道 因為冬天滑 這三片就沒了 我們冬天的時候就要安排滑雪 有時候一個冬季的時候 我們要去兩次滑雪 每次去滑雪 因為剛剛去學的時候 不知道其實要怎麼穿 其實你不了解 你買了雪衣 雪衣裡面要穿衣服 我們就開始思想要怎麼穿 這個三星充飾的穿法 裡面很通俗的牌子 那種內衣穿得比較貼身的 長袖先貼的 貼完之後 這是禮衣 禮衣完之後就要發熱衣了 但發熱衣是發 發覺發熱衣如果在冬天 可能二 三十度的時候 你會覺得還不夠熱 然後把我反貼在發熱衣上面 我們就一貼 就真的很像腹肌這樣子 貼八塊 盔甲 然後這樣貼完之後那樣的 然後高女毛衣穿件之後 你要再穿上一個人褶裝 就是你套上頭緒 只有眼睛出來就越來越戴了 戴了呼吸器 穿了褶裝之後 你還要弄一個微薄 微薄完之後 最後才穿上大的雪衣外套 你是不是去滑雪還是要 為什麼要去 最後要裝太空的頭盔 對 要擔心 然後呈現一個 我跟你講 你們去看看 但是你知道滑一天的滑雪 你會流汗 你滑雪就在運動 你不知道 你在那邊流汗 流了半天之後 雪場附近就有拉麵店 要進去拉麵店 要吃拉麵 一進去拉麵店 從頭到暖氣 你進去之後要開始幹嘛 要脫衣服 但我們要把雪板放外面 然後我就把雪板放外面 之後進拉麵店 怎麼那麼熱 開始脫 我只是在裡面那一件 裡面那一件就是貼身的內衣 然後就覺得這樣好舒服 覺得這樣吃拉麵好舒服 結果眼看窗戶外面那個雪板 我們的雪板要倒了 它一倒之後它會滑到底下去 我就要去搶救我的雪板 我又趕它 奪門而出 就穿著內衣 對 穿著我的內衣去搶雪板 把它一腳踩住之後 然後拉回來 擦在雪地裡面 我覺得OK了 回去之後 心臟的 又來了 老鏡頭 拉個門我就 不行了 怎麼又這樣 真的 因為我穿太多了 後來我發覺真的不必要 各位 真的要學洋蔥式穿法 簡單一點 來幫大家複習一下 抽到你的哪些行為 就是在拿心血管開玩笑 第一 想要抗寒切全身包太緊了 第二 想暖身卻靠酒精 第三 洗完澡就衝出浴室 太 溫差太大 第四 聚餐狂約麻辣火鍋 我就很愛吃火鍋 然後麻辣鍋 我們最常晚上宵夜去吃 然後吃 你知道他們問你打包對不對 他幫你再加料 就是要加滿 一定要加滿 鍋底也會加滿 我就想說 我就想說不打包很浪費 但我基本上打包回家 我也不會吃 我都會打包回去給我割 然後我那陣子 很愛吃麻辣火鍋的時候 我就打電話的時候 我哥一切也要說 不要打包麻辣火鍋了 我們家冷凍庫還有三包 而且我今天健檢包到出來 我高血壓 你以為他吃那麼多 他高血壓妳就沒有高血壓嗎 妳就是沒有去健檢而已 沒有 我在現場吃 但是其實我都有控制 因為我想說會變胖 我就吃現場中 每一種醬都吃一點點 我都跟我朋友說 沒關係 可以打包我哥很冷 對 好 那妳哥哥也真是辛苦 好辛苦 我在愛他 好了 我們看到第五名 不喜歡跑廁所的少喝水 也是很多人會這樣 因為頭骨子會冷 這個部分我們請到 宏偉傑醫師來跟我們解說 這個就是特別要注意的事 因為大家冬天就想說 上廁所很麻煩 有時候住在那邊很溫暖 廁所沒有暖氣 哪有馬桶蓋超冰的 對 住要去大哲學 那乾脆 少喝水 少喝水之後就比較 不用去廁所 可是問題來了 少喝水對我們身體的 尤其心臟危險超級高 研究發現 我們追蹤了六年的情況 用喝水來做決定 每天喝兩杯的 跟喝五杯以上的做比較 每天喝五杯以上的 男性可以 減少54%心肌梗塞的 加分性血管疾病 女性減得41% 所以 如果你沒有特殊原因 不能喝水 還是要每天喝滿五杯 會比較安全 我阿公有一陣子很常說 他頭暈 我們都大家去看醫生 因為畢竟年紀大 我們就是會擔心 然後最後找出原因是因為 我阿公 可能老人家會攝護線的問題 他晚上很頻尿 所以他就不想要起來尿 就是不想要晚上一直起來尿 尿要睡眠不好 所以我阿公那時候 下午3點以後他不喝水 太早了吧 因為我阿公說他那樣子的話 晚上比較不會那麼長起來 上廁所 可是他那陣子就很常 說他頭暈暈 人不舒服 他就看醫生 醫生就很嚴厲地指責我們說 怎麼可以讓他不喝水 我怎麼知道他不喝水 他停止力上有寫 3點過後不喝水 你喝氣 真的 那我回去看一下 我們家的日曆上面 一定有寫 怎麼會是下午3點 太不關心了 對啊 早知就是要喝水好不好 對 人家不要怕夜尿 就很危險 他們說真的是因為 血會變得比較濃 所以阿公那陣子 就是頭暈不舒服 水還是要喝 一口一口慢慢喝 不要一次喝很多 喝很多容易夜尿 但是一小口一小口 常常喝這樣子 水一定還是得喝起來 來 第6到第10名 第6名 起床馬上離開被窩 也是母湯 第7名 天氣冷 食慾好餐後 還吃點心 第8名 愛熬夜晚睡 第9名 煙抽不停 第10名 不關心血壓 血脂 這些行為都是拿心血管 在開玩笑 希望大家可以改掉壞習慣 養成好習慣 越來越健康 這件讓大家恭喜 別跟我做對 得到30分 OK 要一名做對得到70分 你們可以投一顆球 好 籃球 籃球 你們可以投三顆球 三顆球 丟一顆 恭喜你們 離今天的精美好禮由 躍進了一大步 下個階段繼續加油 好的 拿去你們的是非牌卡 一起來作答 這個階段我們要邀請醫學道 你們最忠實的鐵粉 來為我們出題 我們大家一起來看看VCR 他們今天要問什麼問題 每到秋冬不舒服 去按摩或是推拿 可以變得舒暢 是因為按摩可以疏通血管 真的嗎 每到秋冬身體不舒服 去按摩推拿 會變得身心舒暢 是因為按摩推拿 可以疏通血管 是真的嗎 我們要先按淋浴怎麼了 沒有 我在準備 Yes Or No 請 拿 跟他一組還滿輕鬆的其實 真的 不需要強領 對 我看你平常沒那麼輕鬆的 我今天超放鬆 今天在錄影之前 聽到他說等一下收工要去按摩 不知道妳放這麼鬆 然後他現在 就是已經那麼放鬆了 對 為什麼還是他要去按摩 而且這一題就是按摩 我們來看一下按摩的玩家 Yes or No 來 我覺得應該是No 那妳幹嘛要去按摩 不是 按摩會變舒服 可是不是因為疏通血管 是他放鬆肌肉 然後按摩會促進血液循環 促進循環代謝 但是疏通血管跟循環代謝 是兩件事 不然那個 你們講快一點 因為我要去按摩了 你都覺得按摩金卡 你不用分析這麼多 直接秀答案 我是尊重你 我尊重金卡 他們內討了 所以你們答案是 我覺得是No OK 楊盛紗要尊重你的答案 他們答案是No 我們請到宏偉傑醫師來為我們解答 這題的答案是 高雄盛紗 高雄盛紗 如果直接按摩可以疏通 真的很危險 原因是因為 是刮痧吧 沒有錯 血管都不太適合去按 因為按到任何有血管的位置 可能的問題大了 我們如果有些人的血管裡面 所以年紀大 前面說有可能會有一些小斑塊 有一些小血塊卡在裡面 它本來穩穩地黏在那裡 如果你把那個血塊給壓出去 打出去 血塊會跑去哪裡 所以我們大家去按摩 一定要注意 說千萬不要給人家按脖子的前面 這些血管豐富的地方 因為是很危險的 雞肉肉 我之前有去過一個刮痧 他刮我這裡 真的 然後逛完回家我就被罵 我爸說我以前會死掉 我還不信他 我現在信了吧 把肉刮痧人家去轉眼好不好 你懂不懂 可是我們來講這種按摩的 他都會先拿熱毛巾 幫你先把脖子給敷一下 不是說直接按 他會先讓你把它熱起來之後 才開始軟化才按 這不管有沒有熱或冷 血管的地方絕對就是不能 所以脖子的後面這邊 就是旁邊的肌肉 這條肌肉這個是可以 可是中間脊椎的地方 跟我們前面的三角 前面這邊 危險的三角這邊的 頸動脈的地方 你這樣說我聽不懂 你幫我按按看好了 這個地方是可以的 這邊是肌肉的部分 肌肉的部分 我指的地方 這一次把他當幾號 肌肉的地方 這是6號是不是 6號去骨 肌肉的這個地方是可以的 那哪裡不能按 前面我們頸動脈的地方 這個地方 這邊是有心跳 大家可以摸得到 摸到心跳的地方 這邊是不可以按的 懂了 現在學了一課 是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的是 選擇搶拿題 把你們數字牌坎拿出來做答 請問 下一位哪一項食物 對於醬心血管有幫助 1 果乾 2 自製紅麴醬 3 無糖黑巧克力 請搶吧 有什麼不搶 我有搶 沒搶到嗎 你說沒有在搶 你還說沒有搶 沒有 搶贏它多難 你知道嗎 真的 我感覺到後備的一種禮藥 對 真的 我跟你講 這個 這樣吸血管 無糖黑巧克力好像滿屌 對 因為它是無糖的 而且之前有一些醫學報告有說過 其實巧克力本身是不錯的 對 它是心臟 但只是有些可能糖加太多 對 才會造成負擔 你懂了 你正確 所以我跟你的答案是一模一樣 很好 答案就是3 無糖黑巧克力 這個答案適服這個群 恭喜答對 我是 來 我們請到許雄妍養師 其實像果乾 因為大家都知道 果乾是用水果下去 就是把它烘乾的 其實它聽起來好像也滿健康 可是在製造過程當中 它會加了非常多的糖 或者是鹽 食品天椒會吃的也不算少 紅麴醬的部分 因為它是自製的 所以它也是有風險在 然後無糖巧克力是因為 巧克力裡面它含有所謂的 它是可以幫助我們的一些 心血管的一些代謝 然後其實在澳洲 它有去做一項研究 就是說有在補充黑巧克力的人 我們的收縮壓 就是我們一般講的高血壓 它可以下降 所以其實說 事實上的補充 無糖的黑巧克力是不錯的 可是也不能說都把黑巧克力 當作就是保護心臟的 唯一的方法 只是說我們在補充食物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會想吃蛋糕 或者是甜點 零食 如果你用黑巧克力去做一個取代 會相對比較好 可是我們剛剛講就是要黑巧克力 所以最少濃度都是要 85%以上的 那真的是很濃 那哪裡甜 所以就是最好不要有糖的 對 因為我們想要的是黃麴醬 它就比較甜點 它就苦點 就苦點 巧克力聽起來還是比較開心的 OK 其實我們剛剛有提到紅麴 紅麴它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成分 那因為紅麴裡面有兩個成分 一個叫 那這兩個它其實都是可以 調節我們的血壓 那我們紅麴裡面還有一個成分 叫做 它是可以讓我們的血管壁有彈性 然後它可以 所以對於一些神經性引發的一些 血壓升高的現象 它是可以比較去調節它的 除此之外 我們剛剛講是血壓的部分 在血糖的部分 它可以幫助我們 除了糖之外 它還有對脂肪也有幫助的部分 它可以幫助我們 它還可以幫助我們 減少一些過多脂肪的堆積 所以以紅麴來講 它的成分是比較多的 但是我們在自製紅麴的過程當中 有一個重點是非常要去注意的 因為你自製的過程 我們沒有辦法去控制它的環境溫度 所以很容易產生一種毒素 叫做 是對於我們的肝臟跟腎臟 有比較嚴重的一個毒性存在的 所以如果我們不小心吃到 過量的這樣的一個毒素 就很容易造成肝臟跟腎臟的負擔 那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講到紅麴的話 市面上有這麼多產品 我們應該怎麼選 因為我們又看不懂 要挑選的話 就是要選擇 第一個就是一定要大牌 大唱牌 然後再來就是 製作的工廠要有 這個我們會比較安心 但是市面上很多一些 紅麴的保健食品 它都含有一個成分叫做 Monacolin K 這個Monacolin K 為什麼我們要特別去留意 是因為如果你原本有在用 一些降血脂藥物的 它有一類的藥物叫做 如果我們兩個都同時補充 會產生交互作用 嚴重的話 它可能會造成 橫紋肌的溶解症 妳真的要小心 所以如果說 妳感覺就亂起了 所以我們如果說 就是要在補充的時候 一定要仔細看清楚 這所有的成分 還有自己本身有服用什麼樣的藥物 才會比較安全 有保障 然後最好是選擇這種符合 美國零檢出的紅麴的保健食品 是 像這個 它就是不含Monacolin K的成分 然後它有通過 美國FDA還有PEI所核准的 一個市售的紅麴的保健食品 它有通過 我們一般所知道的就是說 一軌認證的保健食品 就是建置號 什麼叫一軌 它就是拿產品本身去做研究 去申請合格 然後認證的 一般我們看到比較多的 都是惡鬼的 惡鬼它就是用學禮 去申請的一個建置號的部分 像這款紅麴 就是由台大的名譽教授潘子民老師 跟他的研究團隊一起研發的 它就是利用 獨家固態的發酵技術 然後萃取出我們獨家的專利 Encassin的568R 我們的研究有證實 就是它有 就我們剛剛前面有提到 所謂的三降就是 它有這麼多的一個功能 其實我們原本知道 它就是有通過 台灣的 雙劍字號的認證 就是它可以 幫助我們調節血脂 然後也幫助我們 調節我們的血糖 可是今年它又特別通過 就是 延緩衰擾的 一個建置號的認證 那就變成我們台灣就是 第一個 就是有三個建置號的 紅麴的保健食品 然後它今年它還變成 我們的台灣之光 它有出國去參加 有保健品 奧斯卡支撐的 全球營養成分 獲選為 我們亞洲區草本類年度 最佳產品的第一名 有 對 所以我們選擇起來 有這樣的品質 我們就會更放心 更安全 太棒了 謝謝淵淵 營養師的分享 這樣很清楚了 清楚了 我們就繼續來搶分了 搶分 好 下面哪項心臟疾病 致死率最高 一 主動脈剝離 二 心絞痛 三 心肌梗塞 心肌梗塞 感覺心梗還滿危險的 我覺得是心梗 妳也覺得心梗 我們這麼有默契 我記得那個有一個 急救的黃金時間 心梗 妳要塞那個藥 心梗應該是發生率很高 但是主動脈剝離 感覺是一定會死 因為心梗可能救得回來 所以妳的意思是 妳想選一是不是 有一點想但有一點怕 好 那我們的答案很明顯 我們答案是 3 2 3 因為這個感染發生率高 發生率高 大數據多 致死率就多 它是說哪項 對 哪項心臟疾病 它並不是拿每一項來做比較 我選1 妳選1 這個對於理解上面 你們兩個要不要剪刀石頭部 我決定 就如果現在心梗的問題 應該是9秒 最後再給你們一次機會 3 2 1 1 1嗎 好 他們答案是 1 主動脈剝離 這檔案是我的決 恭喜答對 請到宏偉潔醫師 文謙解釋 心腳痛分很多種 有的叫穩定型心腳痛 有些叫不穩定 穩定的就是可能有心血管疾病 一陣子會痛一下 就像剛才說的 含消化甘油 含舌下冷靜 就會比較舒服 這種致死率相對會比較低 當然有些心腳痛比較急性發生 比較嚴重的 我們稱之為 心肌梗塞 所以心肌梗塞的死亡率其實是高的 心肌梗塞如果在6小時之內 如果沒有處理 死亡率就是6人 來到8小時的時候是7人 來到12小時的時候 就會變8人 如果12小時以上卻不處理的時候 會變16人的致死率 可是主動脈玻璃有分 主動脈玻璃我們知道就是血管 它本來裡面有好幾層 可是它其中一層慢慢裂開了 它撕開有兩個方向 一個叫B型 一個叫A型 B型就是往肚子的地方撕開 這種死亡有可能是因為 腹腔大出血 可是A型更危險 往上撕血管最源頭 撕到最裡面 心臟 所以心臟的那一層直接被撕開 所有血灌進去 那就是 這真的叫撕心裂肺的痛 它那外面的血灌進去心臟 外面的一層 有點像是頸箍咒 把它心臟給束著 吸血 打血 吸血 打血功能 就全部停止了 所以這時候會瞬間心臟 就無法再供應身體所有的血量 人就會瞬間死亡 所以心臟的部分 我們知道心肌梗散很危險 可是主動脈玻璃的話 每一小時 所以48小時的時候 死亡率大概是48% 需要立即治療 如果很多沒有發現的 那幾乎會來不及治療的 因為這一題問的是致死率 來問大家科普小時間 致死率分母是 有得到這個疾病的人 分子是死亡的人數 所以有多少人得到這個病 基本上來講跟致死率 不是主要重點 但他們剛剛是把這三個東西 拿來比較 所以我們得病率是另外一回事 我們要看的是致死率 沒錯 好的 繼續來搶分 好 下一題 對於心血管疾病的描述 下列哪項是正確的 一 平躺會喘 二 心臟大科月有力 三 高血壓藥可以分享 清楚呢 好 這十分二塊 對 一 二 可以 高血壓藥我不能分享 然後心臟大科月有力 這件事情我覺得是錯的 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家的狗 我覺得這可能是通論 因為我們家的狗就是 有心臟病 那個醫生跟我說 牠的心臟比較大科 是 所以應該是有問題 然後建議我去做心臟超音波 然後我們家的狗 是因為牠的伴膜壁所不全 所以血液會膩 但是他說因為 這樣子你心臟就是運作 就是 就有點像練肌肉 你知道嗎 因為牠要更努力地工作 所以牠會越來越大量 所以我覺得 牠有可能是錯 是 至於平常會傳這些事情 我沒有想法 會不會是鼻孔太小 可是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家狗狗有心臟病 然後牠會傳 就是牠們說如果 就是越來越傳 就要趕快帶回去看醫生 因為牠有可能 是什麼積水什麼之類的 是 所以我覺得 醫是有可能的 好的 那答案很明顯 好 所以你們大家是 僅供參考 雖然有幫富裕 但是還是要自己做決定 好不好 人生 好的 好的 他們答案是 1 這個答案是否正確 高氣閣被用 用山氣法 很厲害 我們請到宏偉潔醫師 平躺會喘的 叫做 醫學上有專門的名詞 叫做 那是心衰竭 心臟衰竭的人 特別有的一個現象 因為當心臟衰竭 它沒有力氣去把血打出去的時候 身體又激了很多水分 當我們在躺著的時候 這個水 我們知道 坐起來的時候 水會往低處流 會流到腳 所以心臟裡面肌的水分 沒那麼多 所以它還可以打 可是你一躺平的時候 回流到心臟的水分過多了 它有點打不太出去 負擔不了 所以你要坐起身來 吸幾口 或者是躺太平的時候 它根本睡不著 另外心臟的部分來講 心臟比較大顆 這叫 對 心臟肥大的問題是 我們就像一個汽車 引擎越大顆 它會需要更多的油 去支持這顆引擎 如果心臟太大顆 它就需要更多的氧氣 換句話說 提供給心臟這邊的氧氣不夠的時候 它就更容易心肌更塞 所以心勢肥大 相對的心血管的風險就會更大 最後一個選項的部分 高血要可以分享 這當然是不對的對不對 因為每個藥有不同的禁忌症 有些血壓藥的人痛風不能吃 有些是有便秘 有胃酸倒流不能吃 有些是有腎臟疾病的人不能吃 所以大家不要分享給雞皮好不好 我們常常在醫院看到最常見的就是 分糖果有沒有 來 謝謝 謝謝 分起來沒有 沒有那麼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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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阿姨來就說 阿姨你開這個藥 我說為什麼要開這個 她說我吃這個不錯 我說這個哪裡來 我們雞皮給我 我說為什麼雞皮給你這個 阿姨不是那麼隨便 阿姨說 我看你這個體重到差不多 阿姨跟我差不多管 鏡頭差不多 心管差不多 這點你應該會 阿姨也是有分析過的 是 可是不管任何理由就是不可以 要一生 我們還是要尋求專業醫師 當然 好的 最後一個搶分機會 夏令哪種飲食習慣 不會傷害心血管 可以 1 吃素 2 食材切大塊 緩慢進食 3 蔬果懶得咬 直接買蔬果汁 行什麼 沒有要 沒有 第三個我覺得應該會 因為喝蔬果汁可能 會攝取過多的糖分 糖 素 吃素我覺得也有可能 會影響心血管 是因為吃素的人 比較有機率吃過多的油 因為其實滿多素食 是比較油的 食材切大塊這件事情 我覺得可能比較容易影響胃 結果如果它又沒有好好嚼的話 它應該胃不好 所以你的答案是以上皆兵嗎 我自己覺得應該是餓 你覺得呢 因為食材你切得大塊一點 就會保留多一點它的纖維 所以會 對身體好一點 對吧 這個就亂 亂塞了 不是 所以告訴你 這一題經過我的分析之後 你的分析 你的分析 對 我的分析 你的分析 OK 要細腳慢驗 答案是2 答案是2 是否正確 好快 關鍵進球 氣球越陽師 因為確實 為什麼會說要把食材切大塊 因為如果我們有時候吃飯 進食的速度太快 它是會讓我們人體裡面的血糖 快速上升 快速上升的風險是 就是比較容易造成我們一個 動脈周狀陰化的風險 第一個就是吃素 其實也不是說吃素不好 吃素如果你吃正確的素食 是非常好的 然後因為你會吃到 比較多的一些蔬菜跟蒜石纖維 所以其實我們有去統計發現說 吃素食的 尤其是女生 其實有心血管的疾病 真的會比正常一般人 還要來得高的 那我們剛剛講 除了就是說 我們不要吃過多的加工製品以外 第二個主要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吃素食 一定沒有辦法去攝取到 動物性的蛋白質 在動物性的蛋白質 其實主要存在比較多的鐵質 還有維生素B12 因為這兩個如果不足 很容易讓我們造成貧血 貧血會影響到我們心臟 所以它跟我們的心臟的 一個關聯性也是非常密切的 不能自己亂補 所以還是要正當的方式 可能去醫院看個醫師 然後請醫師開給你 或者是打一些針劑B12 那都是要透過醫師 另外一個蔬果汁的部分 其實蔬果汁就是如果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添加糖以外 很多人他補充的可能就是 過濾的用炸製機炸的 是連一點點膳食纖維 真的都沒有補充到 所以其實你沒有補充到膳食纖維 對於我們的心血管的保護力 就下降了大概九成了吧 所以還是不太建議 就是直接喝蔬果汁 這個階段要恭喜 別給我做隊長隊的一題 OK 要請教授老隊四題 有多四題 所以你們又是頭一顆球 沒有問題 來 你們收他了 收他 三顆 今天是6比2的球數 對啊 我們要請到月靈養師 為我們抽出來 好想 是否會力轉勝 球場 球場 恭喜要贏你的份 謝謝 謝謝 不過我們今天在節目當中 真的有非常多的學習 希望大家聽完 看完我們今天的節目 可以一起好好來傾聽 來自我們心臟的聲音 不要再忽略這一顆 我們人體的發電機 當然如果想要知道 更多的健康資訊 一定要持續鎖定 醫學大聯盟 我們下次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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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踏 切大塊 對來講沒用 因為我會直接噴